7月7日 李静磊再次开私王力宏 起因是一种不友好的传言令李静磊遭到外界质疑 对于网传李静磊不执行法官判决而面临处罚的传言 李静磊在7日晚发文回应 矛头指向王力宏 李静磊表示 他被法院判决藐视法庭 以及王力宏在纽约法院的申请获准等消息 绝非属实 都是有心人士通过水军操弄舆论风险 认为媒体在颠倒黑白 捏造不实判决结果 侵害自己的名誉权 李静磊强调纽约法院驳回了王力宏方面的要求 而他们的请求均获准 至于驳回了什么 又获准了哪一条 李静磊并没有明说 从署名来看 李静磊一次性请了三位律师 可见两人的官司仍在僵持之中 并没有落幕 对于李静磊的说辞 王力宏经纪人8日受访表示 纽约法院判决仅是有关管辖权 并未涉及实质争议的判定 也没有对方所声明的均获准他的诉求 这点我们也很无奈 据悉 七日有网友称 因为李静磊迟迟没有提供王力宏出轨的证据 并拒绝让王力宏探视子女 纽约法院判决李静磊藐视法庭罪名成立 同时强制执行王力宏的探视权动议 对此 李静磊发声否认 而王力宏默认法院判决并未涉及实质争议 但否认了李静磊说法院均获准他的诉求 指出前妻在撒谎 不难发现 因为这场官司在国外打 因而存在信息差 为了得到外界的支持 双方各执一词 说法存在出入 值得一提的是 从回应的措辞来看 李静磊非常强硬 雷厉风行指名道姓 而王力宏显得力不从心 每一次都是等李静磊发声后 再简单回应 据说王力宏已经9个月没有看到孩子 不知是否因此影响他的态度 据台媒透露 两人官司已经在台湾省打响 6月9日2度开庭 二人对峙了4个半小时草草收场 法院要求他们8个月再次出庭 希望届时可以达成和解 然而 从两人当前的言论来看 这场官司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丝与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